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如何将iPhone的闹钟铃声设定成任何你想要的音乐 之前呢我们频道已经有做过非常多部换铃声的影片 那就有很多观众敲碗说可不可以也把闹钟换成自己想要的音乐 那答案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之前有自己做过手机铃声的话呢 你只要进到闹钟里面 闹钟左上角编辑的地方点下去 然后按你要的闹钟 里面有一个提示声的选项 提示声点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做过的铃声了 那如果你之前从来没有自己做过手机铃声或者是闹钟铃声的话呢 我们今天从头带大家做一遍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去找到你想要的音乐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音档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跳到后面的步骤 那现在呢我先教大家如何利用iPhone的萤幕录制 把任何你想要的影片变成音档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用到萤幕录制这个功能 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话呢 它应该会出现在你的控制中心 就是从右上往下滑 它会是这样子一个圆点 那如果你发现这边没有这个选项的话呢 你就要到设定里面 设定打开之后你去找到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把它打开 下面呢去找到萤幕录制这个选项 然后按左边的加号 然后它就会跑到上面来 接着你打开控制中心就会发现这个圆点出现在这边了 接着下一个步骤呢就是到网路上面去找一个你想要设成闹钟的影片 假设今天这个是一个网路上面的影片我想要把它录下来设成闹钟的话呢 我就在开始播放之前我先把控制中心打开 然后按这个萤幕录制的圆点 然后它会倒数三秒钟 接着你就赶快回到影片然后按播放 这样子它就开始录了 接着呢我们大概录个30秒 因为我们手机的铃声最多就是30秒 录完之后呢按一下左上方的这个红色的按钮 点下去接着它就问你要不要停止录制 你就按停止 然后它就会把你萤幕录制的影片存到你的相簿里面 接着下一个步骤呢我们要进到捷径 我们要写一个捷径的脚本 把刚才的内部影片转成音档 那不要担心非常的简单只有两个步骤而已 那我们先去找到iPhone里面捷径这个APP 它是一个内建的程式 它有点像是一个万用工具箱的感觉 我们把它打开 接着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那这边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画面跟我不一样 那是因为我现在使用的是iOS15的测试版 那接下来呢也会很快开放大家下载 但是基本上步骤都是一样的 首先呢我们在下面的这个搜寻栏 这边打编码 然后就会看到有一个选项叫做编码媒体 在这边编码媒体点下去 然后在媒体的地方我们点下去 这边下面有一个捷径输入 点这个 然后它就会变成编码捷径输入嘛 然后大家看到右边呢有一个箭头 就是可以把视窗打开 打开之后呢大家会看到第一个选项 叫做颈限音讯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下面呢格式我们再点进去 格式这边呢我们点下面的aiff 这样子这个步骤就完成了 然后再一次呢我们到下面的搜寻栏 这边我们打储存 然后看到有一个选项叫做储存档案 点这个 它应该就会自动变成储存已编码的媒体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要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控制器的部分 这边呢第二个选项叫做在分享表单中显示 把它打开 这样子就完成了 然后呢因为我现在iOS15 它捷径名称设定的地方在最上面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更新的话呢 可能就是在控制器里面 可以去设定这个捷径的名称 那我们可以来设定一下 那我这边呢就是设定成影片转音档 那全部用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关闭 这样子它就会自动储存在这边了 然后现在呢下一个步骤 我们要到相簿里面去找到 刚才我们第一个步骤 萤幕录制的影片 打开相簿之后呢 你应该就会看到最新的那部影片 就是你刚才萤幕录制的影片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按一下左下角的分享 这边有一个分享 然后我们往下滑 去找到最下面这边呢 你刚才写的捷径就会出现在这里了 然后我们点一下刚才的影片转音档 它就会出现一个让你存档的视窗 那你如果没有出现这个视窗啊 或者是刚才没有办法选择影片转音档的话呢 你就尝试重新开机 或者是把捷径跟相簿关掉再重开试看看 那这边呢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iPhone 或者是你想要新增资料夹 就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夹号 我自己呢就设定了一个铃声专用的资料夹 然后按完成 这样子它就变成一个音档 存到你的手机里面了 那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音档 设成你的手机铃声 没有错就跟刚才我讲的一样 它其实跟手机铃声设定的步骤是一样的 只是最后你要进到闹钟里面 去把它设定成你的铃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到iPhone里面内建的一个App 叫做Garage Band 如果你没有这个App的话呢 你就到App Store里面去下载 它是免费的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键盘 那我们往左滑 滑到一个选项叫做录音机 在这边 我们点进去 接着我们按一下中间的这个好 然后这边呢 我们要先设定几个选项 第一个呢 先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横条 按下去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个音轨 然后下一个呢 按一下这个节拍器 这个蓝色的节拍器把它关起来 然后下一个呢 按一下右边的齿轮 齿轮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到下面 找到一个时间指标 把它打开 你就会发现它音轨上面的这个刻度呢 变成了时间 而不是小节数 接下来呢 按一下最右边的这个加号 它非常的小 很难看到 按一下这边这个加号 然后它就会出现一个歌曲段落的视窗 接着我们点一下段落A的8小节 点进去之后呢 在手动编辑这边这个8 我们按住然后往上拖 拖到大概20几 20几就可以了 然后按一下旁边的萤幕 你就会发现它的那个秒数变多了 接着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要汇入刚才我们转好的音档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圈圈 点下去 然后按一下右边的这个档案的选项 档案点下去之后呢 按一下下面的从档案APP浏览项目 这里印 然后呢 你可以到最近项目里面去找你刚才转好的音档 它的档案名称会像这样子 就是RP Replay 然后Final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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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可以看上面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刚才 你就点这个档案 点下去之后呢 它会需要几秒钟汇入 那它这个档案出现之后呢 你可以先点下去看看这一首歌 是不是你要的 确认没问题之后呢 我们按住 然后把它拖到这个音轨上面 那拖过来之后呢 你可以点它 它就会出现前后两个把手 然后你就可以去拖曳这个开头跟结尾的部分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调大声 就是按上面这个控制器的选项 然后这边有一个输出音轨音量 把它调大声 就是说把它调到最大声 试看看 然后把它关起来 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要来把它设成铃声了 首先按一下 左上角的这个三角形 然后按我的歌曲 这边呢 大家看到最新的这个档案 下面有时间 你去找最新的这个 我们长按这个档案 然后按分享 然后呢 按中间的铃声 然后这边你可以去设定你铃声的名称 例如说我这边打闹铃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输出 它需要一点时间来把它输出为铃声 那这边这个视窗 如果你没有要设定成手机铃声的话 你就直接忽略就好了 那现在铃声制作完了 我们打开闹钟的APP 就是打开时钟 时钟打开之后呢 我们一样按左上角的编辑 编辑 然后选择随便一个你有在用的闹钟 然后下面有一个提示声 按这个提示声 进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在铃声下面多了一个 我们刚才制作完的闹铃 我们就点这个选项 它真的还蛮大声的 然后选择完之后呢 按上一步 这样子就改好了 然后按储存 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自治闹铃的教学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想要学的其他iphone教学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许愿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